主料,鸡蛋三个,将五十克,胡萝卜三十克,辅量,油,盐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准备食材,胡萝卜和姜去皮,用擦子擦成细丝,鸡蛋加十两盐打散,将胡萝卜丝和姜丝放在蛋液中拌匀,平底锅中放适量油,倒入蛋液,轻轻转动锅子, 使蛋液云平铺锅底保持小火慢空,当底部完全凝固并起黄壳时,翻面再煎好另一面,即可出国切块食用,烹饪技巧 一,连在蛋液中要少放,如果感觉太淡,可在煎好的蛋饼上淋少许酱油增味 二,将要选择新鲜的嫩姜,这样纤维较少,姜的辣类要轻很多 三,鸿蛋饼是,一定要保持小火慢煎,这样才能保持菜品成熟且不糊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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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讯